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播出 人家写一首诗 现在被无数人所翻愁 是的 那个人生淡若只出界 我也记得 但是打动了我 真的 真的打动了我 你怎么那么感伤啊 我们再做节目好不好 但是我也是个有情感的人 不能剥夺我的权利 对不对 你绕这么大的圈子 到底想说明什么中心思想吗 那没有 今天我们是要介绍这个帅哥 他其实还是很工作努力的那种 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钟翰良 小太阳 到这里来做演唱会 让我们的节目 把你带到音乐前行 5月2日下午4点半 钟翰良现身上海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今年内 启动名为 S Party 2011钟翰良 亚洲选演计划 首站定于8月20日 上海卢湾体育场 发布会吸引了 2000多名良民到场 手举向日葵的粉丝们 用尖叫声 释放自己的热情 发布会上 钟翰良揭晓了演唱会海报 化身为白艺天使的他 称自己来自其他星球 并称自己会想开演唱会 都是因为视觉动物这张专辑 这个专辑 其实也是我们 就是 就是萌生我们要开演唱会的一个念头 就是因为 之前很多年没发唱片 去年发了以后 我们做了一些 比较 因为唱片宣传的一些表演 有一些比较 有设计的表演 小型的一些 就比牵枪会多一点设计的一些表演 然后 大家的反应还不错 就是 来的人顶多 然后就 可能不是那么的 舒服 能看到你的表演 可能像演技 那我就想说 其实可以 往更完整的表演去 去做 所以才想到 去护理作业 唱会 海报揭晓之后 钟海良又在现场 演绎了新专集中的歌曲 新的最领面 一曲到处了 其六年来的 起起伏伏 新路历程 深深不息 继续向前后 受水了 你在我的身上 心里还有 好多好多 想说 绝来不及的承诺 唱在新的最领面 都是你 单纯的笑脸 争吵的花也那么甜 清醒 还有这些花脸 我在新的最领面 这怪你 忘记了永远 生活都失去那种天 你怎么能放下我 唱在新的最领面 都是你 单纯的笑脸 争吵的花也那么甜 清醒 还有这些花脸 我在新的最领面 这怪你 忘记的永远 生活都失去那种天 你怎么能放下我 不及 它对我来讲就是 这几年里面发生的事吧 就是我们用 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做制作 不像我以前的专辑是 比如说 两三个月可以完成 它就拉得很长 然后很多歌是我听了超过一年的 就是我一开始收到一些demo 听选下来的歌放着 然后隔了很久 两三个月我再拿出来听 还是就让我听 就是经过很多很多的 筛选 然后很多很多的思考 一步一步慢慢做 哇 刚才钟亥良这个白色的西装 衬托着他的小麦的肌肤 真的是太帅了 哎呦 小娃 两个稍微当心也好吧 新年了 可能该好吃 他心蹦蹦蹦蹦的球 然后来会叹叹 小娃小娃 我们也辛苦了 我们的小娃 她六年没有出专辑的 难得出上专辑 让我们扩张扩张嘛 再说了 我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小娃六年当中 年龄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都知道她是苦的 却年龄没有变化 你也不要跟她一块专好吧 对对对 真的是要分四的人了 不过她平时那是经常吃素 然后练瑜伽 还有跳国标舞 所以身材非常的棒 这个呢 真不错 其实看来呢 她都没什么变化 不像我这种人 所以呢 我们要好好学习学习 据说呢 她有一个自我催眠法 让我们节目组来跟你介绍一下 了解一下 就是 对你有一些好的习惯 肯定会有帮助 但是不保证你就能 那个青春强助 呃 就是你 你的心态啊 我都在问自己 到底怎么 我也没做什么 其实就是 可能是 可能是 你当演员 你常常要很多的特写镜头 或者是常常看到自己在镜头前 你就自己会提醒自己不能太走样啊 或者是可能要注意某某方面 可能这个原因比较大了 然后就是你的心态好像就是 对 你就每天从早上起来就要想到自己 嗯 自己 呃 呃 体力很好 然后精神很好 就是你要让 就是 对 催眠自己都行 这样 他好像就有帮助 因为你想久了 这个事情 就好像慢慢慢慢变成 意识力啊 对啊 在去年推出的新专辑 视觉动物中 小太阳钟翰良 与小旋风林志颖 合作了一首 在MV的拍摄过程中 更是邀请了 小魔女范小轩参演 同为小子伴的三个人 同样助演有方 只是小智林志颖 早已升级为人父 不知小娃的终身大事 又何时才能尘埃落定呢 小智是挺厉害的 他就是 就是男 男生 他比较男 男 比较男人 但是那些事情 就是顺其来 你不能 不能看到别人 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别人 每个人的人生的路 不大一样 对啊 这些事情就总会的 其实 就是 就是时间问题 迟早嘛 不着急 剪辑 我 不得急 我 不得急 我 就 真实的深陷 原谅我 为了爱残绝不堪的誓言 看不尽深渊 我抛下过去往前追 温乱的世界 真善美都太虚伪太可悲 谁容易为比谁高贵 背叛可能无罪 谁不追 谁犯罪 谁管你一切 既然是是非非 谁真是假也没所谓 情怕黑 天性的动物情非 人怕醉 说出了所有秘密情节 剩余着两面的信任和绝对 承认吧 任性的防守一波的机会 看不尽深渊 我抛下过去往前追 我抛下过去往前追 真心的极朵荒野 感性是个基督作碎 成年的些微差别 扑面像将输了世界 全新的极朵荒野 感性是个基督作碎 全新的极朵荒野 混乱的世界 真善美都太虚伪 太可悲 谁容易为 比谁高贵 背叛可能无罪 谁不追 谁反追 谁管你一切 竟然是是非非 谁追你谁家 我没所谓 混乱的世界 真善美都太虚伪 太可悲 谁容易为 比谁高贵 背叛可能无罪 谁不追 谁敢追 谁管你一切 竟然是是非非 谁真是假 我没所谓 温暖世界的黑 谁比谁更高贵 挣扎都没所谓 好好流行 天天时尚 各位音乐前线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钟翰梁 音乐前线 专访钟翰梁 首场演唱会 即将呈现 我想把这两个小时 好好用 都给我自己 旦翰梁 哇 真是太棒了 钟翰梁终于要开演唱会了 是啊 这次是201S Party 中海梁的亚洲巡演 而且我们上海是第一站 而且它是第一次 卖票的演唱会 亦非凡 大家很有福啊 8月20号 就可以和他的亲密接触 对 你想他平时真的很忙 要拍电视连续剧啊 要跳舞啊 还有这个练这个健身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辛苦的 这次我们所有歌迷都有福了 但是我提起啊 我这个做过美食节目吧 我知道人呢 吃东西啊 最好呢 是营养比较全面 不过他的吃素的 这事就有常规的想法了 吃素的人 比如有的 乐趣少还一些 因为各种各样的食物 有不同的滋味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营养啊 比较难以全面 这我很想请教他 到底吃素 从他的这个习惯 还现在的这种啊 多年下来的经验 有些什么样的心得可以给我们 好 我们还是听听这个小蛙 自己来讲一讲哦 我其实我小时候 都去吃素了 我10岁我就吃素了 我吃的不长 我10岁我就跟着我阿姨 吃了一年多的素嘛 全素 小时候 所以我现在吃没有 一点都不会有 有 有 比如说不习惯了 或者是什么 反正是好的 看样子 吃素不仅没有影响 周汉良的生活 反而让他养成了 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于此次的 亚洲巡演上海战 不知他是否 已经做好了准备呢 到时候到时候会看到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设计 因为我比较 比较爱跳舞嘛 所以跳舞肯定会 占很大一部分 对 就是想要弄一些节目 是别人看都会 记得住 印象深刻 会觉得好 就是有一点点 起码要好几个环节 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这个得要动脑 不是说 对 练习就好 那种 缺有 缺有很多创力 我想要把 这两个小时 好好用 都给我自己 在演唱会上 大家也许会听到 他最新专辑里的歌曲 比如 视觉动物 在这支MV中 钟翰良一改往日 阳光形象 蓄起了胡子 变得成熟稳重 然而 为何要突然改变造型呢 来听听周翰良 自己的解释 刚时只是 那个时候 没有在拍戏 也没有特别的 要做某个教室 像我今天 其实我有 我有 我是有任务的 我是从那个 上海滩三十年代 那个法州街来的 那个戏里面的人物 但那个时候就没有 就是 也没有 都等着 也没有踢胡子 就想说 好像没试过这个样子 没有特别要去胡子 其实 没有想弄得这么整齐干净 原始嘛 就是 好像也可以 就试试看 这样去弄一个MV出来 就不停了 温柔 才对 成全放着 我什么原则 都不管了 男人啊 是视觉动物 所以你不懂长发 女人啊 是听觉动物 所以我说情话 我们在最深的夜里 观想星星月亮 悄悄花 我 用马骨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 喜欢天天都浪漫 把你眼睛点亮 在梦幻中飞翔 只渴望 只渴望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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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遇一对声 就满血黄花 是回忆量热爱 更烦 那是视觉动物 所以你不懂长发 女人啊 是听觉动物 所以我说情话 我们在最深的夜里 登上星星月亮 悄悄花 我只渴望 用马骨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 喜欢天天都浪漫 把你眼睛点亮 那是视觉动物 所以你被魅力捆绑 女人啊 是听觉动物 才被承诺留下 我们在最深的爱里 都掉了巴护追加 没有装 用诚信和诚意 证明我对你有多疯狂 不怕太过爱对方 从比较容易 容易感到心想 是视觉动物 相依无动长发 女人啊 是听觉动物 所以我说情话 我们在最深的夜里 奔向星星月亮 悄悄花 我只渴望 用马骨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 喜欢天天都浪漫 把你眼睛点亮 把你眼睛点亮 是视觉动物 所以你无动长发 女人啊 是听觉动物 所以我说情话 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奔向星星月亮 小小小的玫瑰 我只渴望 用马骨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 喜欢天天都浪漫 把你眼睛点亮 哎呀不一样的造型啊 果然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你看周亥良从一个小男孩呢 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男人 而且我觉得呢 对于他而言啊 他反复强调这张专辑呢 不是小情小调的东西啊 而更主动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要反映的是社会现象 哦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挖挖他的内心 其实呢 他从原来这种状态 到现在这种改变 跟他自己崇拜的偶像有关系 他的偶像 我只知道是Michael Jackson啊 RMJ啊 但其实除了这之外呢 还有好多呢 嗯 那我们还是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喜欢的都是 就是 比如说 我小时候学跳舞 我很喜欢Michael Jackson啊 Janet Jackson啊 一些跳舞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仅仅是 喜欢他们的舞蹈 舞曲一样 嗯 稍微长大了 就会 就会 吸收那些 别人的精神层面的 不只是 他们的 对 比如说 Michael他们的一些 一些 的精神 对 对 很 他们很早就 把歌曲注意一些 对 不只是 个人 儿女私情 对社会啊 对 第三平成国家 那些 好吧 又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 钟翰良这个演唱会是售票演唱会 你要好好捧场的话自己去买票 自掏腰包 嘎嘎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 是的 好今天我们的音乐前线就到这儿了 记得要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哦 音乐前线艺术人文 跟我们多多交流 好 明天同一时间 音乐前线 不谢不散